今天是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炸股 今次有独立股评人唐牛和谭海蕴 陪你一起开市 唐牛 今个星期大市有什么焦点 早晨Mandy 大家早晨 今个星期焦点 看看A股服事 看到港股在北水墓期间都升得很好 看看可不可以继续把力推上去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显著做好 道指一度升近600点 纳指收市升2% 美国新增值为了少过市场预期 令到减息预期再次升温 道指高开超过400点之后 最多升582点 收市升420点 升幅1.2% 收报38675点 标指升1.3% 收报5127点 纳指升2% 收报16156点 整个星期计算 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上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星期五升1.7% 欧洲股市是向上的 焦点美股 苹果收入和盈利增长都比市场预期好 加上宣布大规模回购1100亿美元股份 股价升6% Meta股价升2% 芯片股做好的 NVIDIA和AMD升幅超过3%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做好的 网易给本港收市高出2% 美团、京东和腾讯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 友邦上日升3%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 港交所上日创今年新高 ADR再向上 汇控进一步逼近70元的水平 一起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看看日经平均指数 日股今天是假期优势 首二综合指数跌7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35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107点 现在和同学谈谈外卖情况 美国上星期公布了议息结果 除了一如市场预期 未启动减息之外 其实同时开始放慢缩表的步伐 缩表一直被视为是一个收紧银根的措施 现在放慢缩表代表有一个 即是银根放宽的效果 另一方面上星期五公布了那些就业数据 4月份的飞龙新增职位 只得175,000个 这个数据就是少过预期和少过三月份的数据 亦都是六个月以来最低 不过看到就业数据 即职位的增长 比预期差 又是去到坏消息当好消息炒 最新预期九月减息的几率 接近50% 债息有一个急速的回落 美股就是做好了 刚才也说到的数字 美股4月就出现了一个调整 又迫近4万点 即是现在的道指 就回落到37,600左右 回调幅度大约有6%左右 见到今次又借着 美国叫做再放水的感觉 即是减缩表的信息 美股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你觉得能不能够视为 这个早前上个月的调整已经完成了 完成我又不够胆说了 近乎完成 我想还是继续上市 因为你见到明明前个星期 我不记得出哪个数字 出GDP 出GDP又比预期差 是 又怕滞涨了 是的 是的 那时候怕滞涨了 因为通账又厉害 那时候就跌到很厉害 但是去到上个星期五 明明就业数据那么差的话 你按道理也是炒滞涨的 应该是第四 谁知道它是炒回上去 炒减息 我会觉得暂时美股 都是上落市波动为主 就是看街上想怎么炒 当然你也发现了 其实资金都是在帮着上落先 你说是否可以抽得上去 我想都难的 因为始终你今年 就是减息的机会 都应该很微的了 那变得息口仍在高位的时候 你说要美股破顶 我想有点难度 但是反过来 你说要个市队吗 那你看到那些钱 一跌下来 它又反过来炒的话 那都证明了 美股市场 或者相关的个股 大家都会趁低买 那我自己看 还是先走着上落市 你一刻 是 上落市的意思就是 其实今年至今 虽然去到4月有一个回落 但是也是一个历史高位 如果你长一点时间断去 今年至今 就是2024年 这个阶段 是否可以继续在高位的阶段上落 我自己会这样看 就是继续在这些位置 就是除非 你是说到 突然间会做息口 那个风向会再转 就是感觉上 就是你看到巴威尔 就是虽然他说 今年减息机会没有的了 那类似的口吻 但是起码他都说 不会加息先 就是我想 不会再跳前一步 令到市场要阻止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真的太 因为这个星期 我没记错 都很多官员会出来说 是 那就看看他们的口风 就是都是预了反反复复 是看看市场 怎样应对口风 如果都是上上落落的时候 我想都是维持这个想法先 还有我想 就是大家 其实不会怕升的 只是怕跌的 那你又可以拉阔一点点看的 始终今年也是大选年 那时是不是 应该都会好好看看呢 就是我都抱有这个 叫做主观意愿 所以这一刻就 就是那些货币就继续坐着 那你喜欢炒上落的 就自己炒上落 嗯 是 好啊 我们谈谈苹果 嗯 刚才报仕的时候都说到了 上个星期公布了一个业绩 都叫做OK 收入盈利 都是高过市场同期的 不过震撼弹就是 宣布1100亿美元的回购 这个规模就是历利最大的 去年同期就是900亿 今次的幅度 就是增加了22% 刺激股价升了6% 不过周末期间 巴郡就公布了最新的营运数据 那他们就连续两季就是减持苹果的 那今年第一季减持了13% 那去年第四季已经沽出了1000万个 股那个苹果的股份 那不过目前为止 苹果仍是他们持仓最大的 这个比例 有719000万股 还有巴菲特也重新的 他说减持苹果是出于税收和财务规划 就觉得建议那些投资者就不需要太在意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 那现在就是 是未来也会有新的产品的发布会 苹果你会怎样看它的股价前景 苹果 说真的我看完这宗新闻之后 我想我今天也会减少一些苹果的了 好 然后减少 就是 因为我立刻就想起比亚迪的 是 就是你想一下 不要计算它什么原因 就是股价究竟它说 究竟是税务原因什么都好 你看一下股价走势 当日股价沽的时候 应该270元左右比亚迪 那你见到它沽完之后 它是一直都没有上去的位置 就是你就知道股价减持的威力是都挺大的 我先开个比亚迪表给大家看看 那既然它的威力是这么大的时候 那你要想 就是虽然它说它还看好苹果 但是这个问题是 它真的会减持 而我相信这条街 都会有很多人都会跟它减持 是 那这一刻都够它要沽下去了 又反过来 有些人看到股价减持的时候 那你低位不敢买的了 那股价都走了 那我当然不买了 那你会感觉到 就是那个供求 是会令到股价会下跌的 是 那所以我自己都会减少一点 就是 虽然它说它继续看就好了 那你阴谋论看的 难道它说看淡吗 是 因为它还有这么多 是 它还要沽 所以我又不会说太过上心 关于它怎么看的前景 总之最重要是忙着股价怎么走 不过幸好就是 就是近期 就是刚才Vandy也说了 它业绩都算OK 还有它做了一个这么强的回购的消息之后 它抽回上来一百八十几元 那变得这一刻 你再减持的话 按道理都不算太差 就是我想希望一七字头都能沽到吧 我想今天 就是这样看 但是都是不会这么重仓苹果柱的了 嗯 明白 我也是持股的 今天你说到我很心动 想跟你一起股 今天这个情况就是 全世界都看到 就是周末期间 巴棍减次的消息 是 会不会说真的想减减的时候 今天会有一个overshoot的情况 会等多两天会安全一点 还是你说其实都不用等了 今天就沽就会比较 就是都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就不理的了 很慢沽了 不要烦了 就是overshoot是有机会overshoot的 就是比较快 我相信就算overshoot完抽回来 都不会跟你相差很远 所以既然你有心减的话 你就不要想要求什么好位 好位就是他说之前 是 就是上个星期升了百分之六的 所以你有心减 反过来这么说 他会不会是 你谷歌一下 反而可能是高位也不一定的 有些人 事后提到 不如我现在来跟沽 你沽一下沽一下就会沽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 你想沽的话就不要烦了 一下子就放下去了 还有真心 一百八十几元的苹果 按道理 你应该都会赢着沽吧 是的 就算给你一百七十几元 都应该赢着沽吧 我想大家会沽得比较安心 是的 好 这样就 今晚又看看苹果股价走势 刚刚看到人民币汇价 是 一百九十七点 高位创过去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不过其后 获利盘涌现 恒指收市是升二百六十八点 收报是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五点 升幅是百分之一点五的 恒指收市报价的资讯 是由IG提供的 另外 国企股指数上个星期五都做好了 升百分之二点七的 收报就是三千九百七十一点 国企指数也是向上的 收市是升百分之一点七 收报是六千五百四十七点 帝使全日成交约一千一百六十一亿 京东升百分之五 网易和百度都升百分之四 跟唐牛谈谈的大市走势 因为上个星期五是没有北水的 所以没有北水的数报给大家听 恒指出现了一个九年升 去到八个月以来的高位 以升期计算是升了两个星期 累计就升了2200点 跟去年2022年 就是前一年10月底 传出通关復常之后 两个星期累计就升超过2000点 那个气势就有点似的 当年年升两个星期之后 去到第三个星期 其实再有百分之三的升幅 另外一些资金流的数据也都看到 截至5月1号为止的一个星期 其实中国的股票基金 就有2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这个数据是八个星期以来最多的 看到人民币汇格上个星期就转强了 加上刚刚也讨论过 美国会放宽银根 美股上个星期五也是做好的 内地假期的结束 北水回归和内地今早也会服市 港股后市是否仍然乐观呢 现水平你建议投资者应该审慎还是进取呢 应该追货还是忍受呢 我想对市场就没得不乐观了 那麽厉害 冲穿17,200之后就白白白冲上来 上个星期五最高18,600是吧 都夸张的 夸张的 是的 想着之前你说有些顶 例如18,200至18,300 是不是都会久前一轮呢 不管 先冲上去 我相信没有北水会是其中一个原因的 但是没有北水之下 其实上个星期五成交都很大 是的 是的 所以大家就没有网管 喂 没有人捕我 当然先冲水吧 我想这一下就令到 怎麽市场真的会这麽夸张 所以你说 这一刻你问我的 喂 其实你摸顶都还摸 你都不知道顶在哪 如果你说再看前一个顶的 就看9月的时候 9年9月 18,900的位置 这个就是你可以数到的一个位置 是的 我想你说 我认为今天也关键的 因为今天北水回来 究竟北水回来 就是港股在假期应该升了4% 就是恒指计 那究竟北水会不会吃一户呢 那吃一户的时候 那今天的市场下来的时候 会回到什麽位呢 就是大家要留意 可以看着的就是刚才所说 18,200 还有条250天线 大概17,700的位置 我想这两个就是防守位 那你说追货还是什么东西的 就是我想你经常都说的 你有货的 就是万四万五店都有的 那终于坐得上来了 那我自己 就是都有减下货的 这一转港股 那就是始终 喂 都等了那麽久了 对不对 所以也有吃一碗糊 那麽那样 就是我自己就会平常心 对于这一段事 就是我就会觉得 就算给你这一下 港股真的见了顶 我想大家都心悶意足了 万四冲上 万八楼上 那如果有货的 那你便动态 我看见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减仓的 那反过来 你说这些位置还加不加 那如果 就是我都维持原判了 如果你一向都有货的时候 你不用加了 你没有沽 你已经当加了货了 那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说我一直都没有货的 升到上来万八 那还买不买啊 那你对港股 就是你顺利不够了 你万四不买 万八才不买 我就会建议现在才想玩港股的 我想就用这个打游戏的心态 就是始终都升了这么多上来的时候 他可能 我就算当你没升完 但是一个回调的话 其实都可以杀回你一千几百点 那变得你都要捱的时候 那我想 细细住就可以炒一下都无方的 就是难得港股有点动力 我相信入场炒是合理的 是 好啊 两样东西回应先 第一就是 例如你一万七千七的话 就是当二百五十天线是一个防守位 那向下就七百多点 所以你看你上网 你估计会去到多少 是 还有今早内地开市 现在暂时看那个黑期 都是在升的 是 是了 在升近一百点左右 刚才唐牛也说了他的看法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很想回应 就是不是全部人都像你那样 是万四拿着 然后是现在获利的 上个星期成交这么大 其实不少朋友是见到 升穿了二百五十天线 上个星期才去追 OK 所以 也有些朋友 现在如果怕北水回来 第一 第二就是人民币有一个跌的情况之下 都心大心誓 上个星期买了那些货 应该怎么处理 我都有回应一下 我晚四晚那些是蟹货 是 所以上回来的时候 现在是一万八 那你就会好一点 是 我当然不是低位 可以买到很多货的人 OK 我低位都没买货 其实就先坐着 是 那你说现在来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你真的冲上来才追港股的 你更加要有那个叫动态trading的心态 是 因为现在这一刻 现在大家看到好 这样那样 但实际上 究竟是否可以 好像大家所说 两万一两万一 我自己都 我想被他骗得太多次了 所以我都会有保留的 有保留的情况之下 那你怎样做 那你就吃半牛半 总之你锁定了部分的利润 你的持仓的一个成本 一定是低过你现在这一刻的水平 那变成如果真的再冲上去的时候 我想你都会坐得安心一点 就算甚至 就像刚才所说 会撒下来的时候 因为你吃过糊 那变得就算震仓的话 也会震你不走 那我想都是用操作去应对这一段 现在想不到究竟他会调整再上 还是玩完的一个事况 好 那你又当就一下我 那就是 有些朋友可能都真的想追 或者真的上个星期四五 不小心高位追 那其实呢 看到过去九天的升时 就是科网股都是贡献大市的升势 那譬如上个星期五 那阿里巴巴追落后了 那升百分之四 其实一度就升穿过八十元的 那京东升百分之五 网易和百度都升百分之四的 那另外 比利比利和快手都跑赢大市的 快手升百分之五 比利就升百分之七 那另外再数下去的那些快九 都有一个非常之急速的升幅 好 如果真是 我说如果真是想追入港股的 你觉得应该追一些强势板块 就是科网股 我想你就算是叫大家审慎 都没得否认它这期真是强势的 还是说找一些落后 或者未升的板块去追呢 如果真是要追的话 按道理 就是玩追落后会好一点的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的话 我难道叫你现在这位买腾讯吗 三百六十几元 你会心理压力会很大 你叫人买的时候是不是二字头的 二字头的 就是三百元留下 我都挨了很久的 OK 那这一刻叫你追腾讯 就很难的 你看回阿里巴巴的图图 你就觉得很舒服的了 就是刚刚升穿位而已 我觉得这些图好像比较好一点 就是是真的 就是你说现在阿里巴巴的 之前的顶部大概是七十六七十七的水平 那如果你这些位去追的话 你最多输 就是刺回到七十七你就走 那我觉得容易看的 就是例如我自己上星期五 我都拨了去平保的 是 二三八又是刚刚升穿位的 就是大概三十八元的位置 破了顶 那不就冲我去转了 是今年那位来的 今年那位来的 OK 那你这些也是很容易看的 如果你真的刺回到三十八元的楼下的时候 就是证明它是假突破 假突破你就走 因为最重要 这些股票 它那个回撤的幅度 要你止蚀 水平不大 就是我开一幅腾讯的图来看 这些位置追 喂 大哥 都不知怎样做止蚀好 是啊 我就觉得很难提 很难的 就是我给你回到三百五十的位置 其实有多难 但是事实上 那些回吐水平也都合理 所以你如果要买的话 但是你要追 这一刻要冲 其实那个叫做 就是回撤的空间也挺大 所以正常来说 现在这一刻还没买的 就应该找那些落后股来博 还有真是博的话 都是 唐佑都提了大家很多次 就是注码控制风筒 是啊 是的 好 我们谈多一个板块 谈谈一些本地餐饮零售股 其实五一期间 我感觉上 就是本地的零售导度的气氛都OK的 是 有一间我很喜欢吃的车仔面 在铜锣湾 是 那么五一期间 我打算去吃过面而已 是 我想去上了小红书 就排了长路 其实我就吃不了了 是的 那就不跟他们斗了 还有Apple Shop 其实都看到 都是多人流的 嗯 那对了 上个星期五 但是在零售方面 那些股价 就不是每个都会有移动的 那譬如说九仓也涨的 但是都叫做跑书大市 那就是沙沙略为好一点的 那就是跑书大市 就升超过2% 那不过 本地餐饮股 就受到两样的利好因素 那第一就是那个 大家乐就出了一个营起的 那他们那个年结债三月底 那看到盈利就升了两倍 去到3.3亿万的 那如果剔除疫情的资助的话 其实他们的盈利是升了三倍 3.7倍的 那股价两天累计就升了一成 还有淡仔 我就这么看就没什么消息的 那但是星期五的股价 都单日升接近一成的 那现在那些本地餐饮零售股 就是这样的 上个星期 其实就出了香港那些零售销售数据 看回历史数据 其实就不好的 还有预期 4月的数据 可能会跌幅 就进一步扩大 但是现在会不会说五一期间我感受到零售气氛 其实都不错的时候 可不可以现在买去等它出数据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OK的升幅 我自己就不会选择去博的 你家那头的零售市道是否OK OK的 因为没办法了 你五一的话一定是很多人流的了 那你说这一转的餐饮股或者零售股其实OK 尤其是大家落雅大发护那些 那一来就是大家落个型气很厉害 那升了几倍了 那个盈利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看到就是Wendy都说了 这条街很多人 那变成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零售OK了 成了这样 那就令到股价会再上了 那但是我自己担心的是什么呢 喂五一完了了 那这条街应该恢复平静了 那大家可能又北上了 OK 是 大家明白了 就是每个星期六天 大家都是北上的了 现在去哪里吃什么 什么东西 夹公仔 对 夹公仔 对 那你会知道香港很多餐厅 都是因为很多香港人北上 就令到他们的生意很差 其实你之前炒炒这件事而已 那大家要想一下 你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觉得整个环境有没有转过 我看不到有什么转过 就是还是这样玩 只不过是这个星期 刚好很多游客来了 你觉得香港很纷纷 但是实际上是怎样 大家自己 你可以继续观察的 这一两个星期 你想一下 没了五一之后 究竟是不是还这么纷纷呢 我想这个你要留意 所以一个短线的一个上升的形态 不会令到我会再重新买回去 你炒是OK的 你就看图来炒 但是最要懂得走 因为始终 你说淡仔那些 其实都是跟炒 因为炒上来 都仍然是一元 这个东西那时候 两个我还不记得多钱两个几 三元我都好像买过 没有几乎的话 哦 是 OK 是的 那你想一下 就是你这一刻还有文食淡仔 或者他的生意 是否围不围 就是这个要想的东西 嗯 好 你说譬如说真的想博 你用炒的心态去处理 譬如大家下降 那些价位应该怎么认识 我想现在他在冲前顶的 大概九元左右的位置 上个星期不是冲过一转 现在下降 我想如果你真的炒的话 你是要站得稳定的位置 才再拨上去 因为最怕现在这一刻 你入场拨的 谁知原来他那个位置 不到的 下降的时候 那你大把空间下降 我想这个你要留意 是 好 还有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为什么过去五一的假期 感觉上这条街很多人 就是除了内地的游客来 还有因为那几天是下大雨的 是 其实深圳一带 那个雨量都很害怕 那些人会怕洩洪 或者大雨 所以都一些香港的 少了北上 消费者 是的 都留在香港 所以就有一个很纷纷的气氛 景象是好事来的 是 好事来的 希望可以延续 大家都希望延续 那我们说到一些旅游相关的数据 这个就不是最update的 不过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 澳门就公布了 五一黄金周 首两天 其实是包括5月1、2日 就是上星期三和星期四 那入境旅客 就是有27万的 日均就是136,000左右 较去年的同期 其实有接近四成的升幅 还有首两天 酒店平均入住率 就超过九成 这样 比如五一这个概念 就上个月都会不停提着去讨论 大家上个星期五单日 美高煤就升了7% 那现在就是这样说 那些数据就是未公布了 那大家都预期 可能都有一个不错的案例升幅 你觉得那些澳门赌业股 现在还能不能买呢 还是有机会都差不多呢 我想你说赌业股 那你五一就 就是现在就等那些数据出来 那我想那些数据就应该都不会差的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就是股价是不是应该都已经反映了一些呢 因为你看到 银鱼、金沙 其实低位都弹了一转的了 那所以我自己就 都是观望为主 那就是你说 如果真的想炒的话 我真心都是觉得 22220是最好的 就是美高煤或者 永利都没有他那么英俊 美高煤真的英俊 就是你看看图来炒 因为他真的交到数 为他最新份业绩 就是告诉你 EBITDA升了七成 我没记错 就是 还有那个市场占有率 是的 亦都升了那么多的时候 那变得你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下 他能够突围的话 你没得不信服他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就算炒到业股什么也好 我想选择一些强势股去炒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美高煤会是其中一只 起码是第一只先 应该这么说 好,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回回回答大家的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走走 杜拜王子五月底 会不会拿五亿美元来香港 想设立家族办公室 大家都还密切留意着 不过原来不用五亿 几百万美元都做到 今集《理财要贴地》 继续有晋岳资产管理首席投资官 和大家讲下设计家族办公室有什么要考虑 和在投资方面有什么不同 在这个财道上来说 其他东西都塌了 可能还是在高位还行 NVIDIA这个是最好的 另一间跟他叮当码头 就是 今集《退休即缓分》 继续有陈都仔 分析他对爱股Tesla和NVIDIA的最新看法 更重要的是 他会加码推介其他 契好潜力的美股 每个家长都希望儿女成才 愿意投放资源去培养 但在经济大环境转变之下 专为小朋友而设的舞蹈学校 都面对种种挑战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如何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资金融巷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热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尽在TT财子扣 《各路精英》 回来节目时间 和大家跟进一下 港股最新的情况 现在对原本还有30秒左右 再开市 我们看看开市前的最新情况 这版本就是恒生指数 今早高开12点 18488点 国企指数未升6点 科技股指数高开10点 3982点 租货月期指升近34点 18443点 低水大概是40几点左右 我们一起看看经济日报 今次有什么提解 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国银行3988 选选原因是 原本收息股当中 中行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 第一季的纯利 按年微跌2.9% 达到559亿左右 与其他三大国有内银股相比 中行看来是最差的 但四者的跌幅 仍然属于低单位数 美银认为 中行第一季的增长趋势 相对其他国有银行违约 部分是基于中行去年同期 受益于海外和外汇业务 而盈利表现强劲 虽然内房债务的危机未完全消除 但内地经济最坏的时刻已过 财款需求有望反复回升 更重要的是 内银的撥备和资本成本压力有望缓解 第二 中行海外业务和资产占备 在内银股当中是最高的 但今年第一季 市场对联储局减息预期急升温 令到美债在期内曾经急回 不过市场现在最新预期联储局开始减息的月份不断推迟 预期年内减息的次数只是缩减至只得一次 市场下半年或会对中行正式差预测有所上调 升展相信中行将会继续受惠于境外更长期更高息的环境 中国经济以至中行经营环境的最坏时刻已过去 加上中行2024和2025年预测股息率分别高大7.4厘和7.5厘 可以等待中行股值收服的长期 长期投资者能够提供到一定的防守力 投资者第一柱可以等待中行股价回到3.3就吸纳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3.1可以加注 初步目标就是看判商平均的目标价附近大约4元左右的水平 或者是买来作长线收息用途 不过如果跌穿了今年1月低位 大约2.7.9就适宜止蝕 现在和大家跟进一下股股最新情况 刚才三大指数都是高开 现在出现一个倒跌的情况 恒指最新是跌32点18443点 国指跌11点科技股指数跌8点 即货月期指跌22点 和大家跟进科网股最新情况 版面看到阿里巴巴和京东早短向下 腾讯现在向上升3元 美团要跌的 网易逆市做好升2% 去到160.8 BillyBilly要跌3% 快狗打车要跌3% 另外汇控暂时没有起跌 比亚迪和中国移动暂时都是向下 我们现在回答投资者问题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最新的市况 好 有朋友问 这个是EC 他问牛牛20 即是双汤 买不买得 他没有货 那你有没有研究他那个日日新 日日新 是什么新的 我真的没有研究 但是 最近的双汤是很厉害的 即是低位5、6号子爆到上来 过7的位置 我都忍不住 终于破戒炒了一次 OK 你几钱返几钱走 我其实破位了 我赢了几格而已 是是是 我其实真的贪手痕过瘾 试一试 OK的 我想近期天时地利人和齐了 双汤 即是你有这个消息 关于他的日日新 或者公司都接受贵报的专访 说他未来的业绩都强 这样可以 第二件事就是市还可以 你看到香港股票 全是AI或Tech股票 全部都炒了上去的市 双汤都一起炒了 那来到这一刻 现在先来追进的话 我真心建议你留意过6的水平 过6就是他去年足足的平台 有一个反弹的 一路这个位置 我会形容为是这一转反弹的阻力 上个星期冲穿了 今天其实也下来了 但今天还是过6的水平纏绕着的 那我就建议你 他真的打得稳过6这个底 然后你拨他再上冲破之前的高位 我觉得就可以了 但其实上面都不 你可能只是看到过9 2元左右的位置 我想逐级逐级来 其实看股票也看得到的了 现在还是在整股的阶段 但是也是那句 阿明首快了 炒上托 你会再买吗 我应该 如果这一刻你问我的话 我要让他过6个位置 打得到先 是 如果正常来说的话 他如果是想突破上个星期 不知阴烛的话 我觉得他有权会再上 那一刻的直播率就会在的 好啊 好 那我们回答一下Leo Wong Fisio的问题 他说想请问一下 可不可以讲一下山东黄金和赵金的分别 山东黄金和赵金的分别 对了 那他说哪一款对金价的敏感度会较高 我没有 我不敢100%肯定 我没有记错山东黄金应该的比例是最高的 就是赵金都好像没有那么高 但是其实他们这两只应该和 你说比起紫金啊 什么零保那些已经好很多了 就是那个 和金价的correlation应该是最大的那两只 对了 那我回答他就是说你觉得哪一只 和黄金的关联度是较高的 金价上的 其实两只差不多 而且很视乎那时候 我也有研究过这两只的 其实看图也是差不多的 看看那时候的钱究竟想炒哪一只 对了 那我没有记错 就应该是赵金是批了股的 我要再查一下 对的 就是如果你是赵金批了股的话 那我想那个叫做怕的程度就会小一点 因为你不用怕再批 那变了 我想如果两只选一只 我就会选赵金去做一个操作 当然了 要看回它的批股价是多少钱 才可以 就是我想你要站得上去找那批股价 那我想就会好做一点 我一会儿回覆你的那批股价 是好 但是我想追问多一提 那黄金就之前就有一个很凌厉的声势 那现在很明显有一个回调的情况 那但是譬如说 大家都担心譬如地缘证局的问题 或者对个息口走势 大家都没摸得清的 那你对黄金那个价格走势的前景 你有什么判断呢 其实我想都是这些位置暂时就整顾住 就是可以再买 我自己也有买一些实金 那我就觉得慢慢 就是我的态度也是慢慢收集 就是你说如果炒的话 我想你喜欢有一个势先 明显地金价的势头是弱了的 就是你见到它 现在在2300这些水平在陪回 就是我想暂时都是整顾的阶段 就是我觉得如果尤其是炒这些1787 你这个金价要有力才可以 要不然它一定是呆在那里 所以我会建议你 见到金价肯走势 你才再追 那我想你就不用浪费时间成本在那里了 是 好啊 就是见到也有一个回调的情况 就是金价 如果是有心买的 或者是长远看好的 可能都会 就是现在觉得是吸纳司机 就是那些资产背置 当分散投资那样 好啊 好 我们看看其他投资者的问题 这样 重磅轮流追落后 港股还有什么板块过股 值得留意呢 JK问 哇 可以说没有都可以 就是不用硬来的 有时候觉得 我想我只会形容现在都挺百花齐放的 是 就是炒完龙头就炒了龙中、龙尾 我想真的是轮流炒而已 就是你看看当日的市况 叫做炒什么的主题 就是我 我真的很难 就是刚才Wendy都说了 就是龙头700、390炒了 1988开始龙尾 或者落后股都在炒的时候 那你就继续在这些股票里 继续炒着先 网易都冲了上去 是 8度又冲了上去 是 好啊 譬如说 就是想想有什么落后板块 我举个例子 也不是叫落后 就是譬如可以自家 上个星期其实出了一个业绩 OK 出完业绩之后其实就大升了 海信也是回过一轮后又升了 这些又不是叫落后的 但是这个可不可以值得留意的板块 都可以 不过我想都难炒的可以自家 当然 都升过那么高 而且他一直都不愿意炒 坦白说 上来2988很聪明的 因为常常都说 家电股最聪明的那只叫海信 921 那只都炒了33元 是啊 所以我自己对家电板块就 我二字头的时候 其实看过海信 海信是吗 错过了 是啊 你跟着已经爆上去了 所以都 是啊 就是我突然想起如果我看落后的 我自己拿着国泰的 293的 我觉得如果你说炒落后股的又有业绩支持 他又真的很落后 对了他真的很落后 因为你之前他出业绩那样炒到 是 是 那现在这一刻都是相对来说 未破坏了 还有你看到国泰近期的形态是漂亮的 有时候国泰都挺容易看的 你看到他一直都跌不下跌不下跌不下 他就慢慢慢慢上升上来的 他不断阴阻他就肯定是升不起的 那近期的走势就是他跌不下的那个形态来的 是 看看这一转是否可以再摸高一点 可不可以跌回他之前的顶部 是啊 是啊 我跟进来就是平安 你上个星期是平安 是啊平平安 是吧 你走了没有吗 我没有 我自己买一些牛证都还保留在那里 那暂时都是好住这些位置 如果是买的 我想起码都43-45的位置 就是拼他再多走几元 是吧 是吧 纯体图 就是这些这么难得可以破到位的走势 还有近期平保也好一点 因为始终内房更好 那我相信对于平保这类 跟内房息息相关的股份 就是那个助力都会强一点 嗯 好啊 那今早看到贡献大市的 就继续是那些科网股 那最大的贡献者就是唐信 他的理想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是 升4% 贡献行指10点左右的走势 嗯 好上个星期五呢 约名急跌 约名是两个 是的 那吉吉就想问你呢 急错有什么原因 他说有货错还是怎样呢 但是今天又抽回来了 是 今天又抽回5% 是的 所以 急错就没有什么原因的了 约名这些 就是你现在是 你们是否不担心去找他的原因 这些直接是 不找了大哥 他跌倒正常而已 升你才害怕而已 所以 现在呢 其实约名都近期很多人炒的 是 因为最落后 约名这些摆明是大落后的了 那你就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 他也有四个给你选择 你会怎样选择呢 哪四个 就是约名是 是的 巨落 黑链 空德 生物 最简单都是269 或者2359 就是选择大那两个来炒 纯粹落后 不过这些小心点 你知道的了 突然跟你一两成都可以的时候 那你高风险高回报 是 好啊 不如我们谈谈那些芯片股 因为就这个星期 我说香港那些 不是NVIDIA 因为这个星期 中芯和华雄都会公布业绩 是的 这样 那你又会怎么看它们两个呢 我想 我拿华雄就少看 我经常觉得华雄跟着中芯 那你中芯 其实两幅图都差不多 就是兜了原底 近期 叫做好一点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上回之前的顶的位置 大家炒开都知道的了 在低上下下下下 做到某些位置的时候 它又会没有上来 我想 以我耐性 对于这些股票 对于业绩 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看法 是 好 有朋友就这样问 是 廖先生来的 他说早晨 苹果概念股 会不会受累股神减持呢 前景怎么看呢 看到今早那些 那些苹果概念股 就做好 譬如那位电子 还继续升近 刚才那一纳 就是看到这个 那个叫什么 富士康也是在升近 你评估到 苹果概念股 你又怎么看呢 我想 都是意识形态上面 就是你怕苹果股价跌 然后令到 受累 但是 我想又会远一点 因为 现在股神沽苹果 不会沽到苹果业绩差 都是上季的 对 除非你说股神很厉害 他知道苹果的 未来的业绩很差 那就另计 否则 如果苹果 他自己的数据 不大问题 也未必会令到 他相关行业的股份 会变得差 我自己不看 不过 纯理性讨论 看苹果的数据 虽然说收入和盈利 都是符合预期 但是那个iPhone销售 其实是跌的 是跌的 是的 他也是靠买电脑 来维持增长 所以 如果朋友有这个担忧 我想都合理 我想现在 那些苹果概念股 是稍微的 是稍微的 因为我想 你被人压了毛利 压了很久 那压了一两年之后 究竟现在 是否怎样可以 他自己整合完 令到他可以 就是业绩 可以由谷底反弹 你说苹果的供应商 供应商 肖子康 或者信羽 瑞星 那些都是 是的 那就继续回答投资者问题 牛牛你喝口水 OK 是吧 OK 好 好 这个Jessica C 她的问题 都很多朋友想问 她说 未来想去日本旅行 她说Yan 可不可以唱 还是可以再等下 你有没有看法 这一件事 等什么呀 等什么呀 Yan唱 你不是欠过一格 两格又不去吗 是吧 是的 你拉阔一点的画面 喂 5.1 现在5.1 5.1 5.1 你还想怎样 我唱不到49 好不开心 那你难道不去吗 但那些人说 你真的去商店 看牌价 是找不到 4指头给你买的 是呀 其实不奇怪 你做会市和实际上零售 应该有些差距 但anyway 我当你现在 就算佈戒5.1 你5.2也好 那也很便宜 所以我又觉得 犯不着要为了 那些事 一口气 对了 又说我不唱 或者告诉别人 我四指头唱很棒 是吧 除非拿来是威的 如果不是 你就照唱 还有 那句 全世界都是蟹的 如果你这么说 那些日圆 对吧 有多少可以四指头唱到 全部都五指头唱的 OK 那你们会不开心 是不会的 那你跟着去旅行 不用了 是 到时你不用的时候 你也是签卡的 那你又是唱 所以我自己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要看日圆 你怎么去计算 是 好 那有朋友和我们打招呼 嗨 嗨 早晨 那 他暂时没有问题 是 好我们回答了其他投资者问题 那比特币 其实比特币 最近的价格非常波动 是 还有那个情况就是 它波动 跌升 大家都习惯了 是 但是问题是 因为它刚刚在四月中的时候 完成了那个减半 是 完成了那个半数 大家其实憧憬了很久 为什么憧憬了这么久 就是过去几次半数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大的升幅 是 现在暂时未出现 是 是 但是好了 暂时未出现 但是如果你相信它会出现的话 是 现在就是一个吸纳时机 是 那你又怎样给这个建议投资者呢 都是信念 两个字 就是你有信念 你就买了 就是 期货也有了 燕货也有了 又不会买了 是 是 那 今次就真的跟之前不同的 就是之前那几次半数 就是半数完才又炒上去 那今次呢 就似乎真是半数前就炒上去 结果半数后呢 你发觉呢 那个Coin 就是Bitcoin的走势 反而是向了下的 那 现在就真的等整股了 因为暂时都好像没有什么新的趋势 就是令到它们会再炒 就是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再走的时候 那我想就是考大家那个 那个意志力了 就是对于Bitcoin是否真的可以 还是其实是不行的 是垃圾来的 那如果你是前者的 你觉得OK的 那你自己分段买 那如果你说都是不行的了 那你就不要碰 或者甚至沽了它 我想 真的看你怎么想 价位上面 真的没什么特别的看法 就是 我会 都是在操作上面 全部都细细住了 慢慢慢慢收集就最好 但是你这期 你都没有做一个沽货的动作 我没有 没有沽过的 我自己就再加上那只现货的ETF 就是3042 我加了那只 就是华夏那只 那就当是多一个配置 看看它们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它的新产品 问多一句 其实如果真的想用这个ETF 去买这个比特币的话 现货和期货 作为一个小投资者 你会怎样比较呢 我想大家的比较 如果你说ETF 最重要是比较收费 就是大家看着管理费 第二件事就是 现货和期货有一个分别 就是在于 因为现货你持现货的 你又不用转仓的 但是你期货的话 你要涉及转仓的话 那是涉及一些成本的 那变得有个数据统计过 如果同期现货和期货 做的双试的话 现货的走势是会比期货为强的 就是它跟得会比较足一点的 就是这一件事大家 是可以去留意 譬如那些转仓那些 会不会对价格波动很大影响 就是如果期货的比特币 因为我想它其实都是 陆着那个Bitcoin 就是实际上 其实都是看着Bitcoin价格走势 只不过你期货的一个转仓 会令到你牵涉一些成本 你沽、买、买 那你又估计 又有成本要计 我想那会在那个 ETF的价格上反映 但是你说实际上 会不会因为转仓 令到股价会很大波复制 应该不会的 好啊 我刚才那一辣 几个不同的比特币ETF 原来那个价格的相差都挺大 就是管理费 是的 有些0.9% 有些去到管理费1.99% 是的 真的有兴趣买的朋友 就自己上 经济报的相关的网站 譬如ETnet那些 都可以看一下管理费的资讯 从而作一个更加理性的投资 是的 好啊 这样我们看一下 清晰了问题 先 金矿股 刚才那个朋友 我们都问了 是的 差不多了 好 我们节目完结前提醒大家 今晚有什么有数据需要留意的 美国今晚是没有重要数据公布的 到星期三有NBA抵押贷款申请的数据 星期四有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星期五有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 另外多名联储局官员 今个星期都有公开讲话 业绩方面 明天有百威亚泰 到星期三有汽车之家 星期四有中芯、华雄、宏里和奥博等等 今早就感谢杜莱普平印堂牛 陪着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请问你有没有持有 持有的都申报了 好 谢谢你 我们明天有关大证券 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雄 Kimi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天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